看一下 那刚刚我那个程式其实云端上有放 所以如果有一些细节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看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逻辑看 逻辑的话在云端上我刚有跟各位讲过就是 在BMI Google 底下就有一个 如果过轻的话是 比如说小于18.5 第二个逻辑就是说它正常范围是18.5 等于OK 小于等于18.5 而且大于24的话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写 所以基本上这边也是多重逻辑判断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就是如果你要多重 你第一个可以先写过轻的部分 所以写法基本上我这边 因为其实逻辑都差不多 我大概先Q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呢如果什么呢 它的BMI就这个词 小于18.5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写成一个过轻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L if 有没有就是把上面这个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就等于是多再一个if 那差别是说因为一个叙述里面不能有两个if 所以他怎么样如果首先第一个一定的if 第二个if判断的话那就加一个EL就可以了 再来就其次 这有点像其次 首先其次呢 那它的逻辑是在BMI 它是大于等于18.5 而且什么呢 小于24 这个地方会有个and的逻辑判断 不过特别注意哦 除了这种写法 and的写法之外 另外还有一种写法 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有点像我们这个网页上看到的 就是你可以把BMI放中间 不过我是个人 比较习惯写这样的 因为这样感觉 比较接近 如果说你今天不写成这样 第一个 你可以把BMI and不要了 然后这个可以把它放到哪里 这边把它放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BMI可以不要 就是18.5小于等于BMI 这应该换个方向 应该什么 小于等于18 就是BMI怎么样 它小于等于18.5 而且呢 大于啦 大于18.5 然后小于24 这样的叙述方法也可以哦 OK 那只是说呢 看每个人习惯问题啊 我自己是比较习惯 刚刚这样的写法 因为感觉好像比较接近 那个我们平常的那种叙述方法 不过刚刚那个写法OK哦 就看你个人习惯 好 那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就把它转换一下 所以第一个 这个过轻的叙述 写了 第二个呢 正常的也写了 再来剩下就是什么 过重 过重在24到27 一样 把它写上去 那轻度 OK 写上去 然后重度 重度 那再重度的话就是else 就是剩下除此之外的 就是等于是 在这个范围之外 那都算是重度肥胖 所以我再加一个else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 我把它print了 不过会有个问题 我希望呢 最后的结果 可以看到呢 就是前面再加 帮我加两个字 叫做平语冒号 不过这边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要在每一个前面都加平语冒号的话 感觉好像重复了 比如说我这边就加一个什么 平语冒号 那你可以这样 平语冒号 但问题 你变成什么呢 你这边要复制 这边要贴贴贴贴贴贴贴 我把这个先把它减下 假如不加的话 比如我输出 刚刚这个结果的话 应该75 175 Enter 那你会发现这边已经有了 一个过重 OK 那 但是问题 如果加前面加一个 串接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那个 就是平语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办 在这边加一个print 再print一次 不过print的话 两个这边 加个平语冒 但是输出特别主要 因为print本身 它除了会输出之外 它后面会自动帮你换行 会加一个Enter 所以这样的话 假设我输出的话 像刚刚在这个地方 加在这边 它会有个问题 就是什么 它会 在这边呢 加一个换行 那就变 变这样 评语 冒号 然后过重 所以 特别主要 如果说我希望 或者是说你干脆加在 如果你要把 那个后面这个换行吃掉的话 记得 在print后面 你可以加一个叙述 就是叫end end end等于什么 没有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那个 后面那个换行 帮我去掉的意思 后面那个换行去掉 如果像这样的话 把它实行 那理论上应该这样子 出出 看一下应该就ok了 诶 没问题 但是问题来了 因为我想说 因为程式永远感觉没有写完一点 你这边一行 这边一行 你不如怎么样呢 你干脆把这个怎么样 这一行搬到哪里 如果我希望把它干脆搬到这边后面算了 把这个评语放到这边来 那这一行其实就可以不要了 ok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现在摆在这边的话 它会变成怎么样 它会接在后面 所以你假设我 我这边把它摆那个平语冒号的话 它会变成这样 诶 有没有 变成说它串在后面 要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方法 反斜线N 诶 刚刚有一个看到那个脱一支援里面 如果你要在自串里面换行的话 那你可以加一个反斜线 这样的话呢 它就怎么样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 这边 诶 加一个换行 ok 诶 不过问题又来了 就是刚刚的问题 那怎么办 一样 你可以在这个后面 再补一个 就变成说这个print本身的后面 加一个end 等于没有 这样就ok end等于没有 就是这个换行不要 那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了 所以最后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可能就要长得像这样子 不过像这种格式 有的时候大家没有标准大 只是说你可以好几个print 但是我希望程式不要太复杂 有些不需要的东西 你不要说加了一大堆 所以最后做出来会是这样子 它就是输出 然后把你的BMI放进来 最后换行拿掉 好啊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啊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可是如果说你将来 因为你每个注解 每个注解这样加很麻烦 所以顺便交各位一个 你这个很细心 如果像这个后面 我都要注解掉的话 你可以按Ctrl加斜线 Ctrl斜线的话就是那个竹 有没有一个那个竹 那个就是问号那个 然后如果说你要再把整个 在注解取消的话 就在坎秀加斜线 这样子的话 他就可以快速的帮你怎么样 把整个范围程式 如果有些程式 你希望改写 但是你又不确定说 要不要删掉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注解 警示号就注解嘛 但是如果你要一个一个注解 很麻烦 你可以记那个快速键 这个是Eclipse里面才有的功能 OK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Ctrl斜线注解 Ctrl斜线取消注解 OK 试一下